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羅永生 曾卓怡 和你細數古今中來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 朴正希 韓戰三年 1950年6月25日 為時三年零一個月的韓戰正式爆發 亦因為韓戰的關係 朴正希開始了他往後一帆封信的 軍事與政治生涯 1950年10月底 即是韓戰爆發後約三個月 仍然任職陸軍情報室的朴正希少教 獲提升為宗教 更被任命為南韓陸軍第九師抄謀長 1951年4月 晉升為上教 更獲任命為陸軍情報學校校長 1953年 朴正希獲美軍顧問團推薦 獲授准將涵 並赴美國俄克拉河馬陸軍炮兵學院深措 返國之後 被任命為韓國炮兵學校校長 1957年 從陸軍大學畢業的朴正希 出任陸軍第七師師長 進升為少將 不到十年時間 就由基層的衛官升到少將 足以反映其軍女表現何等出眾 1960年1月21日 朴正希出任虎山軍需基地司令部司令官 就是在虎山任司令官的一段時間 朴正希目睹已年過八十的李承曼 仍然亂展權位 而他領導的所謂民主政府卻又極度腐敗無能 官員貪污獨職 因而由大學生領導的反理承曼政權的運動蔓延全國 這些讓朴正希萌生了政治野心 改變了他對民主的看法 並決定要取而代之 古君風雲又何物 跟大家見面了 我是劉應先生 我是鄭祥賢 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討論朴正希 上次討論到1948年南北韓正式分裂 雖然大家分裂了 但大家的目的都是想統一 所以並不承認有一個分裂的很奇怪 而我們的主人勇 朴正希在1946年 透過重新投入大韓民國軍校 畢業後派去荔水當參謀官 從昔日關東軍、滿洲國軍的身份 變成了韓國政規部隊 歷史很多時都是有這樣的運作 我們說在這些變亂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錯錯對家 即是說你可能幫了日本人打仗 你就會申辦名裂或死或怎樣 不是的 在變局的時候 很多時真正需要的就是人才 即是說你本身是人才的話 就算是哪一邊、哪些權力 你都會是人才 你都可以繼續保留在上層職位裏 為何會這樣說呢 就是當時我們剛才說到 南北韓各自成立了一個政府 而互相不承認對方的存在 而大家都同一時間想統一 當然你看到現在的南韓 當時韓國政府成立了之後 李承晚就做了所謂的元首 好了 他下面的班底可以是些什麽人 我們便會發現原來大部分的 初遭警備隊 然後慢慢成為一個正規的軍事力量 這批力量其實來自於以前 譬如關東軍 或者曾經幫日本當兵 然後守韓國的人 甚至乎有以前日治時候的警察 結果就進去做了韓國軍隊 所以這隊的軍隊 基本上跟以前日本的統治力量 其實分別不大 即他們裏面的人物都是那些的人 這個可以說 就好像薄正希一批的前日本軍官 找到一條出路 是啊 其實當時那個形勢 其實南北韓都很渴求統一 大家都互相滲透 他記得當薄正希一批 去荔水做十四團官兵的 常衛參謀長的時候 時間很快過了兩年 在1948年的10月20日 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反美 並且和北韓執政的勞動黨 關係很密集的南韓勞動黨 當時勞動黨在南韓 是一個非法的親共團體 只能夠進行地下活動 這個南韓勞動黨的人 就滲透了鑽水的韓國軍隊 並且鼓動當時所謂的軍官兵變 當時作為十四軍團參謀長的薄正希 有沒有參加這次兵變 是否曾經加入勞動黨 至今都是眾說紛紜的 不太清楚 但是這個十四團的兵變 很快就被李承晚政府強力震壓下去了 最後大肆緝暴亂軍 結果全國兵團據記載 有九千多人被殺 而朴正希因為被當時高層壞出 充當北韓間諜而逮捕 經過軍事審訊 最初判死刑 當時是1948年的10月 但很特別 過了不及三個多月 在1949年的年初 朴正希竟然突然無條件獲得軍方釋放 當時引起很大的一個洪洞 當時南韓首爾 當時叫漢城 漢城地區有些報章 報道路邊寫消息 就說作為當時十四團的高級軍官之一 朴正希最終能夠無罪釋放 原因是去辯捷 怎麼會辯捷呢 就說朴正希逐次所爆出 他所知道的南韓勞動黨成員的名單 認到李承晚政府能夠 將南韓勞動黨連根拔起 在全國的法律裡 大舉刺報南韓勞動黨的地下成員 因而刺報了二萬多人 其中有1600個現役軍官 最終有400多人遭到槍斃處決 其中包括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朴正希的三哥 朴冬熙 據記者 朴冬熙其實是當時南韓勞動黨 一個很重要的領導人物 這是一些南韓報紙當時的報道 但事後發覺也是 在麗水兵變之後 朴正希不但無罪 反而連升三級 很快就獲得晉升 由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 所輔助的大韓民國陸軍本部 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 就是作戰情報室 朴正希在作戰情報室 找到一官半身 衛星成為少教 進入教級 這些就是當時的記載 究竟朴正希是否只是告密通水 這個眾說分文 後來很多韓國報章 將一段事情模糊化了 但事實上當時有報道是這樣的 當時可以說是亂世家人 首先要看穿那個局 有幾個面貌要處理 我們一般常識來說 北韓的部分 應該是所謂的左翼的 共產主義的世界 雖然當時還沒有打韓戰 南韓三百線以下 應該是美國的 所謂的自由世界的一個地方 照計應該是沒有太平 其實不是的 這個所謂的太極 黑白兩邊中間有兩點 即是說其實南韓都有左翼 南韓都有共產黨 除了共產黨之外 還有一些主義上的差異 剛才我們說到 李承晚是受美國拆動的一次選舉下上台 李承晚其實是美國遙控的一個總統 但其實當時是否走李承晚的路 或者是完全親愛的路 中間還有很多差異 在裏面 除了中間的勞動黨之外 還有一位人物 後來被韓國人稱為國父的 韓國國父的金狗 你也要看一看 金狗就是姓金 即今日成的金 狗就是123456789的狗 這位金狗曾經長時間留在中國 他和金日成兩個南韓站在兩邊 但是他們兩個同一時間在中國大陸 進行各種各種各種抗戰的活動 以及一些臨時政府 金日成當時有年輕 即是很年輕的一位年輕的財進 而這位金狗老很多 長期保持著跟重慶政府的聯繫 而金狗的繼任者在20年代 他當時是當臨時政府的總統 繼任者就是李承晚 他們兩個本來是司徒關係 簡單說你繼承者 然後他們兩位在韓國幾次的獨立運動 或者統一運動中間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金狗認為韓國應該是非軍事法 韓國不應該再大一些戰爭 也不應該受到美國的驅使 或者走入任何聯邦 他認為應該盡快去做一個和平的方式 去處理一個統一的問題 跟李承晚這個反共 要消滅共產黨的路線 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而金狗的下場是甚麼呢 是被李承晚暗殺了 當李承晚上台之後 金狗就被暗殺了 這件事你可以看到當時的李承晚 是用一種恐怖的手段 去建立他的獨裁政權 建立他的專制政權 而這個專制政權 是一個反共的專制政權 我們知道了 朴正在這次的黎稅政變 極有可能由參與者 最後變為鎮壓者 並且冠運亨通 當中大家特別留意 這裡亦都可以看到 朴正亦都開始和美國扯上了關係 剛才說過 他成為了韓國新成立的陸軍本部 作戰情報室的室長 兼陸軍情報局第一科科長 這個陸軍情報局 參考美國CIA的格局 當時亦都稱為RCIA 即是韓國的CIA 其實後來朴正在做了總統之後 政變上台亦都大行特務政治 所以我們亦都跟朴正在與美國人交上關係 後來朴正在上台 亦都跟美國人很大密切關係 待會再說 古今風雲人物資朴正希 主持羅永生 曾卓宜 古今風雲人物資朴 結果不用太久了 在1950年6月25日 連三年零一個月的韓戰 終於爆發了 這場戰爭對香港人來說很陌生 但其實上一輩人 就很明白這件事 因為其實是二次大戰後 第一次的小國內戰 然後擴展到一個國際不同勢力 參與一個區域戰爭 而死傷亦過百萬 當代思想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國戰爭 亦都是我們所謂冷戰的序幕 韓戰有很多東西值得去說 韓戰之前也有一個起因 有人會說是北韓出兵 南韓出兵先要說的是 47年的3月 美國總統杜魯門 發表了杜魯門宣言 這是一個前提 杜魯門說 所有受社會主義威脅的國家 簡單來說 受共產主義威脅 受蘇聯威脅的國家 簡單來說 有機會被赤快的國家 他願意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 在47年 即是當時新中國也未成立 47年已經說了 說得這句道路門主義 美蘇在二次世界大戰時 合作的關係 已經正式完整地割裂了 簡單來說 美蘇的格局 就在那時候 正正式地拆局了 沒有錯 這是第一個起點 第二個就是 撿倒身材 剛才我們所說的 為何撲整起點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想 就是在整個宏觀的體系中 這群親日的韓國人 本來是一些日軍下 跟美國開戰的一群人 但在戰後 日本變成了一個幫美國人做事的人 所以這群親日的人 瞬間變成一個 好像不值得進賴 是不錯的人 以及他們的背景 美國是比較清楚的 簡單來說 當時日本的資料 已經被美國知識 所以在這樣的角度下 這群親日的韓國人 步步高升 都有一個可能的理由 沒錯 其實在美國控制之下 日本和韓國 成為抗共的前緣 所以美國不惜 付出很大的支持 支援日和韓的政權 我剛才說到韓戰爆發 其實大家比較能接受一個起點 就是在剛才說到 1950年的6月25日 我們說當時 北韓的領袖金日成 揮軍 發動他們北朝鮮軍隊 越過三八線 只是僅僅花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就在1950年的9月初 攻佔了整個南韓的地方 除了虎山和大丘兩個地方之外 漢城一組已經攻陷了 歷史上稱為韓戰的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 固守大丘和虎山之餘 並且以這兩個地方為根據地 組織反攻 據記者在1951年的9月15日 美國率領的聯合部隊 他在仁川登陸 這個很有名的仁川搶灘 是吧 霧著戰火 繞過漢城在上面登陸 截斷北韓的退路 扭轉了戰局 終於在9月 仁川登陸之後的十幾天 就收復漢城 即現在首爾 並且雷霆萬軍 兩日後穿過三八線 揮軍直指北韓 在10月十高 反客為主 佔領平壤 並且一直推進 在10月底 殺到中韓邊界的鴨陸江 究竟跨不跨鴨陸江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韓戰中間 真是很多故事 我們一步一步慢慢去 剛才羅先生說了 頭兩段的階段 就是北韓進攻階段 以及聯合國軍隊 即美軍的反攻階段 這兩個階段本身已經很精彩 為何呢 不要只看韓國軍隊 南、北韓兩個軍隊 其實裏面是什麽人 很值得討論 第一個 北韓後面 大家都知道 可能就是中蘇的力量 在後面 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 當時金正日 在戰前已經通知了中國和蘇聯 說要提供協助 當時其實有一些中國士兵 因為金正日的要求 派兵 當時毛澤東的新中國體系 不是很贊成全力第一場仗 但是如果派了本來屬林彪的四個師軍隊 入了韓國的軍隊編號 入了韓城 那已經是48、49年的事了 這是第一 其二就是 剛才說到的鴨綠岡 就是中韓分界 就是中國和朝鮮的邊境的部分 這個邊境的部分 一直以來 蘇聯都說明了 蘇聯說了 是不會參與韓戰 即是不會和美軍開戰 但是中間的鴨綠岡 有所謂的鴨綠岡的風中帶 蘇聯 首先他用軍事援助給中國戰機 送給他們 然後用蘇聯的機師 喬裝成中國軍隊 然後在鴨綠岡上做空中攔截 當時的美國軍機 去到鴨綠岡 就被大量聲稱是中國軍機攔截 全都是高手 美軍很不明白為何中國飛機突然那麼厲害 因為二戰時明明沒有什麼飛機 突然那麼厲害 嚇死了 美國的情報方說明這班是蘇聯的戰機 但是美國也說 如果說明蘇聯 就是逼蘇聯出兵 所以美國人高調地說 這一批中國的戰機 已經成為世界頂級的戰機 很厲害 然後中國人又覺得 好我們就照說 大家都承認了一批中國軍機 所以你會見到 當時的韓戰是一場熱戰 即是打餐死的戰爭 真的兵容相見 但同時中俄兩邊的幫助是有限度 其實你會見到共識現出來 就是大家不敢將戰爭 離開三八線附近 以及離開韓國的境內 即是它已經被局限成一場韓國的戰爭 其實當時聯合國駐韓的最高統帥 亦是美國的著名將軍 麥卡薩·麥克亞瑟 曾經主張跨國阿陸江 甚至扔過聯子彈去中國 整天都說要放核彈 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 當然是制止 你傻的嗎 要打中國下水 不要了 局限在朝鮮半島上 所以最後撤換了很有民望的麥克亞瑟 換了一個中將的理期 去做最高指揮 結果因為這樣 就好像將戰爭局限在韓國 朝鮮半島上 與此同時 我們說 打對亞布港之後 中國政府當然不能夠坐視不理 所以不能夠直接介入 用了一條招式 好招式是甚麼 就是人民志願軍 中國人見到我們所謂的倫邦 北朝鮮被美國欺負 意粉填空 主動去阻戰 就形成了中國國內所說的抗美援朝 當時不是解放軍 而是人民志願軍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實際上就是解放軍 人民志願軍的統材是誰 就是著名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 彭德懷打了之後 彭大將軍 所謂的白戰白勝 所以實際上其實就是換了名字 只不過不想說太高姿態 就是實際上 除了中國的志願軍 抗美援朝 整個戰役又逆轉 聯合國部隊又被打到7086 在1961年的年底 10月4日 掌志願軍的支援之下 北韓的部隊重新攻佔平壤 並且又再跨過三八線 在51年的年初又再佔領漢城 亦將聯合部隊打到南面 最後我們說 大家經過拉鞋 幾個月的拉鞋 到了3月14日 聯合部隊再重新佔領漢城 而中國人民志願軍 退回到三百線而北的地方 這場韓戰最激烈就是 頭一年半載 往後有一些拉鞋戰 這樣的情況 你會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中國人民志願軍 大家都知道其實是解放軍 然後同一時間去改編號 聯合國是承認的 承認它不是中國軍隊 承認它是中國人民志願軍 為甚麼呢? 他們不可以讓中國參戰 因為一旦說是中國軍隊 便變成了世界大戰 所以聯合國 你看到50年的時候 已經好像 走你們大國之間打 真的要打 讓你們打 不過打得不太明顯 所以就叫他為中國人民志願軍 然後讓他們進來參戰 還有要說 我們剛才說 聯合國軍隊說得好像是受聯合國授權 但你要記住 聯合國有所謂的上陸美士國 上陸美士國有否決權 正確來說 中國和蘇聯都有否決權 中間發生甚麼事? 第一 大家歷史都要知道 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被承認成為上陸美士國 當時的上陸美士國 還是中華民國 第二 蘇聯是甚麼事? 蘇聯是因為 史特林當時認為 你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 加入聯合國是問題 所以竟然在關鍵時候 杯葛了不參加 所以聯合國這次韓戰 是打成的 否則聯合國應該行使否決權 便打不成 所以中間有些很巧妙的事 大家都想它打成 以及中間想它繼續打 這些國際博弈 也說到我們最初說過 以前韓國是中日的決鬥 但慢慢變成了 多國之間的決鬥場地 結果在裡面全境展開戰爭 其實坊間還有一些傳言 其實韓戰當中發大財的 其實不是中國是蘇聯 因為中國用了很多物資 來買蘇聯的裝備 而支援北韓 所以事實上 中國是出人出錢 而蘇聯是發大財 俗語爽 撈大油水就是蘇聯 羅先生說得很棒 最重要是甚麼 不單止是蘇聯發大財 另外一個發大財是日本 日本只稱之為天佑神座 因為所有韓戰軍事品 全都是日本製 簡單來說就是韓戰死的人多 但當時的美軍吃甚麼 住甚麼 穿甚麼 補給交通 所有事都是日本人做的 所以日本就靠著這次軍需品 發出他的第一桶金 譬如我們香港有傳聞 有某些富豪 也是因為韓戰禁運的時候 運了很多物資回大陸 而置富 這些坊間也有很多傳言 我們不要說 我可以說回我們的主角 朴正熙 朴正熙也因為韓戰 風山水下 他不是發財 他第一件事 我不知為何 他又不用打 很特別 在1958年8月 那時正好 今天整個打到過來 快來公日漢城的前夕 朴正熙竟然結婚 在同僚介紹之下 他認識了一個千金小姐 那千金小姐叫做陸修英 陸修英的父親叫做陸宗歡 是南韓中清北道 叫陸村郡的首富兼大地主 陸家在陸村郡裡很特別 是第一輪有私家車的有錢人家 那究竟為何在打仗的時候 朴正又會密運 結婚 成龍花西 還娶了一個富家女 那是相當有趣味性的 不如留下星期再和大家分享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相當有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